妹子 螢光妹子 你每次在山上我總是可以 一眼的就看到你 我怕你找不到我啊 你放心好了 我跟你之間 用心都可以串在一起 把我的心串一串 串一串 串一個同行園 串一個同行園 這就是向陽一丁的早上 我們已經喝完咖啡 準備要出發了 哪裡啊 真的耶 他就這樣看著我 好可愛 他要過來了 現在就是我們已經全副武裝了 然後我想說到底早上為什麼要弄頭髮 因為一到了這裡走 我發現他烈羊膏照 而且一路都沒有樹耶 所以就是要戴帽子 還是都跟姐妹妹一樣 要一直拍照 也太邋遢了 夠漂亮 夠漂亮 今天其實這路線呢 你看爸爸也是帽子 全部武裝 袖套 全部防曬都要戴 然後我還有多戴一個手套 觀山嶺山 他一開始呢 就是不斷的拉繩 而且他拉繩的時間還蠻長的 而且都是碎石坡 所以容易腳會滑 所以建議大家呢 就平常不是像這個羚羊本人喔 他是呢 平常就在山上跑的羚羊 還是建議大家要戴手套 對 從這樣比較安全 好 那現在我們就出發 去今天的 觀山嶺山 好 看靈洋的表現 看靈洋的表現 靈洋加油 靈洋的腳 靈洋的腳 這是我這輩子鞋最髒的時候 你有看到嗎 有 一個女生 她鞋子長成這樣 因為妳現在是森林系姐姐 Yup 我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Girl 你就是Girl啊 三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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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前方就是大觀山隧道 然後呢 旁邊呢 就是登山口 不要傻傻的就從這邊爬上去喔 登山口是在 旁邊這邊 我覺得這登山口真的蠻容易誤會 哇 兩台空拍機 不要提空拍 我的空拍機 它在塔觀山 其實啊 這是有陰謀的 因為呢 現在DJI有出新的空拍機 舊的不摔 何來新的呢 是不是 所以現在我們的手錶要開始按囉 嗯 好 登山模式 按下去 然後開始 OK 好 現在溫度呢 26.9度 海拔2739 我們準備起攀 GO 好漂亮喔 那從我們的背後 其實可以看到 其實如果以 一開始爬山的展望的話 觀山領山的展望是最好的 因為 你會覺得很不可思議 後面的山 非常的漂亮 可是它也是 一開始爬的時候 你會覺得最恐怖的 為什麼 因為塔觀山 庫哈諾西 一開始都沒有這麼恐怖啊 這個是你會看到整個大山壁 然後說 我們要爬上去啊 OMG 然後我們今天呢 跟平常不一樣 今天我們會選擇呢 還是穿個博外套 曝曬時間蠻長 然後因為假日 它上去的地方 一開始都要拉伸 所以上面會有很多人排隊 我們的向導金錢報說 那爬山呢 就是不斷的穿穿脫脫 就讓自己隨時保持在一個 最舒適的狀態 這就是一開始 要爬的 隨時坡 我現在聽到空拍機的聲音 就難過 特別敏感 踩走一下下 我自己回頭看這景 南橫山西來說 起攀的時候 最有展望 而且最開心的應該會是 觀山領山 塔觀山跟庫哈諾星山 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很漂亮的樹 那觀山領山才開始30公尺左右而已 所以其實還不準 但是至少開始爬的時候心情是 非常遼闊的 對你就覺得 我現在拍你後面那景真有夠美的 羚羊還好嗎 羚羊 我看羚羊已經開始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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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不要跨太大步 柴文點了再 對 可以再往上就再往上走 對對對再往上走一格 那裡比較好走 搞定了嗎 搞定 這就是啊 為什麼大家喜歡爬山 這就是一種被山林洗滌的感覺 好美好美 真的好美 碎石坡大概100公尺之後 我們就進入了 小樹林 這邊就比較有一點陰影 有一小段平緩 但後面好像又要抖了 好美好美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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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還沒登頂 有一種登頂的快樂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小山峰 因為有展望 有展望的話你就會有一種 心情好的感覺 那你現在心情好對不對 對 你有看到一個小小的人嗎 有看到 人點 接下來有一點點像在人線上 感覺會有點像是我們在爬那個 向陽山 向陽山那一段要上去的時候 也是像這樣的路線 都是石坊的 有點像人線上面這樣子的感覺 我覺得觀山頂山也很漂亮耶 對啊 觀山頂山是在爬的過程當中 看到比較多不同的風景 他比較不是在樹林間爬 然後今天天氣很早 所以我們現在藍天白雲的 好漂亮 好美 我覺得觀山頂山的路徑還蠻有趣的 因為走一走 碎石坡 然後平靜一下 然後就讓你開始攀爬 然後接著又有一點上人線的感覺 對啊 我覺得觀山頂山的路爬起來比較有趣 新開140 海拔3028 爬升312 繼續騎步驟 騎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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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現代人 還有很多 手機可通訊點 觀山頂山 還有 30.5 30.5 走3分之2了 剩3分之1 我以為爸爸是在很後面耶 超強的 我還跟雷講說 我們先走不要給你壓力 快點 不錯耶 觀山頂山 很棒喔 你看這邊 沿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你看有好多人 這樣子慢慢的往上爬 就在這冷線上 而且這個大崩壁 好美喔 大家就會一直聽到我講好美 講到聽到有點煩 但我真心覺得好美啊 剛才有人說 兩個小時休息兩次 正常 我覺得休息二十次才正常 大概在 看到 坐標寫著 剩五百公尺左右 這邊就會有一個比較窄的 同行道是拉伸的 所以這邊基本上大家就要互相讓一下 我早上明明就吃得很好吃 因為你是大食怪 應該是 上來了吧 我媽如果看到這畫面 一定會嚇死 阿金媽媽 一定不敢相信 這是我女兒嗎 最後一段了 快到宮頂了 這風景 上來之後 這是我現在看到的風景 人太多了 會好想大叫 好 在南橫傷心當中的最高的那座山就是塔關山 所以我們這樣一眼望過去 最高的應該就是後面那一座 所以後面那一座應該就是塔關山 剛剛有一種被騙的感覺 剛剛以為爬完那一段 他是不是說到了 結果你們看一下我前方的路 喔喔 還有一段 要走到那 啊 我現在想看那個怎麼可能 要來記起妹 啊 快點大叫啊 啊 你不用管我 哇 泰山無情侯 在這邊上去就已經到了 就在上面了 原來我們到了 就是這兒 我們已經上來了 我們要快速的跟大家拍 跟他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後面有超多人在排隊 對 耶 我們大家一起上觀山林山了 耶 這都不用理合手 大家自己就會過來 你看 大家都很專業 一直要一轉過來就會 耶 好好好 代表我們已經上來了 對 我覺得觀山林山整個路徑啊 真的非常非常有趣 也非常挑戰 但提醒大家 如果要上來攻的話 一定要行前訓練 對 還是要需要一點體力的 對對對 不過這裡真的還蠻漂亮的 我覺得 南橫三星當中 我覺得這個 觀山林山 在爬的過程 然後可以看到最多的景 真的 爬的時候會很興奮 哇好漂亮 好漂亮喔 你會一直以為已經到山頭了 真的 以至於你真的到了三角點 到最高點的時候 到啦 可是有人知道為什麼 這個三角點是木頭的嗎 對 你拿牌子拿反了 你怎麼拿反 是這裡 你很瞎耶 不是不是 因為他後面有寫字 他寫什麼 請勿竊戰 緊攻 山人留存 因為上次有不見過 上次有被整個拔掉過 耶 成功 耶 只要講得出我們這個頻道名稱的人 就可以合照 才能合照 馬上Google 馬上Google 啊 通通都沒有 沒有 他有訂閱 有訂閱 我有看過 我忘記名字了 他忘記名字了 好 前年百月 欸不對啊 叮 快點 情人不見啊 情人不見壞 答對了 來來來 我又發現了一個垃圾 這都是我剛剛拿的垃圾 對啊 因為南橫才剛剛開放 沿路都已經有垃圾了 大家一起加油 五橫山林 把自己吃的喝的就帶回去啊 不小心掉一個 餅乾帶我覺得不小心掉還OK 這個飲料罐 很明顯 而且他剛剛是塞在一個木頭縫裡面 這樣塞著把它固定成 對啊 這個就請把垃圾帶下山好不好 拜託大家 謝謝 大家一起加油 給我們的山林最美的山林 現在我們已經爬完了 觀山嶺山 爸爸覺得怎麼樣 今天比較輕鬆 比較輕鬆 比較輕鬆 可能是我有進步 不過一天而已耶 厲害 真的改領養真的喔 有差 一開始不應該叫山豬 對 可是今天呢其實是在走的時候 會覺得他的這個 看到的風景比較多對不對 他的攀岩的感覺比較多 觀山嶺山就是大家爬的時候 可能比較有趣一點點 對 會有什麼拉繩啊 林線啊 小小的樹林啊 等等的 就是狀態你會覺得 欸好好玩喔 好好玩喔 欸好刺激喔 然後就到了 對然後短短的不長 只有1.7公里而已 所以今天其實在走的時候 我沿路就一直很興奮 走走走 欸一轉彎又另外一個景色 欸一轉彎又是另外一個路況 所以我覺得觀山嶺山 以我一個菜鳥登山手的這個經歷來講 我覺得算是我前面兩名喔 唉唷 對我覺得非常好玩 然後它的景色也非常非常的美 它唯一就是有一點 我覺得大家可能要互相禮讓的 因為它拉繩的很多 那拉繩的地方其實路徑很多都很窄 所以上下就是要等待 那那邊都莫急莫慌 等人家上面下來 其實你在上去上面也 才有地方可以讓人 對因為很多爬山的人 他會想要趕快 我想要趕快攻頂 趕快上去 可是你沒有想到 上面已經很多人了 上面的人不下來 你下面的人上去 你也沒有辦法上去 對 所以其實爬山就盡量讓山上的人 趕快先下來 下面的人再趕快上去 才會永遠拍到都是 山腳點是漂亮的 如果南橫三星來講的話 我覺得觀山嶺山應該算是 這三星裡面講起來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對 再來是塔觀山 那庫哈諾星山的話就 腿力要夠 因為它的上下坡很多 我覺得各給一個之最的話呢 我覺得是觀山嶺山呢 是風景跟地貌改變最多 風景可以看到最漂亮的 最好玩 最好玩的 那塔觀山呢是攻頂了之後 塔觀山的山頂有360度的大景 然後如果你是 有心痛的感覺 沒關係 如果你有拍到整個360度的大景的話 塔觀山是最漂亮的 那庫哈諾星山呢 我覺得最好的是什麼 就是它在中間過程當中 有非常多非常多劇目 而且真的很漂亮 就是你就可以慢慢的欣賞那些大木頭 對 我覺得我們這一趟非常完美 唯一就是讓我們有點傷心 就是燈頂沒有360度的環景 跟那個 今天一共呢 爬了2.64公里 時間花了4個小時 我的總爬升是400而已 我總爬升也是400 對 460 差不多 卡路裡消耗的話 我是1287 還有 你看是不是也不錯 嗨 哈囉 對 所以也還蠻好的 蠻好的 蠻好的 我覺得如果體力夠 下午可以再排一個路線 我覺得最好的我說實在 真的就是三星分三天走 那我們的爬爬時間給大家做參考 因為我們是屬於 慢慢走慢慢爬的那個類型 我們的時間大概 我們配合了這個羚羊 也大概這一段路線 也修了有20次 我覺得休息20次才更長 所以那個速度應該是 大家普遍慢慢走都可以接受 就大概4個小時 對 然後像這個 卡關山的話就是 將近快要6個小時 對 我們的速度 沒錯 好 最後提醒大家不要忘了 來關山領山一定要戴手套 太重要了 還有防曬要做好 對 最後大家要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訂閱 按讚 並分享 耶 記得 請人回 哇